朱婷19分中国女排3-1立刻荷兰获6强赛小组投名,将占意大利北京时间10月16日,2018年女排之锦赛,进行了6强赛H组的最后一场比赛,中国女排以3-1击败荷兰队,得得小组第一名,四局的比分为,比23、25-13、25-18、25-17,朱婷得到全队最高的19分。 中国队将与意大利队争夺决赛权,中国女排首发,朱公朱婷、张长宁、复工严妮、袁新月、接应龚翔宇、二船丁霞、自由人王孟杰、荷兰队对派上司洛特耶斯、布宜吉斯等人出战,首局中国队以8-6领先,此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,第二次技术暂停时,中国队以16-14领先,对方很快追成20平。 对方连续进攻得手,以22-20领先,朱婷连续进攻打中,张长宁反击得分,23平。 布宜吉斯强攻得手,斯洛特耶斯反击得分,荷兰队以25-23先胜一局,第二局中国队进攻荷兰网接连得分,16-1,10-6领先,此后朱婷和张长宁轮番进攻得手,中国队以16-11领先,此后对方接连出现失误, 丁侠篮网得分,中国队以22-13拉开比分,袁新月连续发球得分,中国队以25-13领回一局,第三局中国队打得顺手,以8-6领先,张长宁调整强攻突破三人篮网得分, 耶斯扣球出界,12-7,此后中国队两点换三点,但连丢三分,被对方追成14-15,朱婷二号位打中,曾春磊拦网得分,耶斯扣球出界,中国队以18-14领先,此后曾春磊进攻得手,他的发球制造探头球,严依扣中,中国队以22-16领先,并以25-18再胜一局, 第四局,第四局双方战成7平,此后朱婷强攻打中,李盈盈发球得分,朱婷拦住耶斯的后攻,中国队以12-8领先,此后对方连续反击得手,追成13平,此后袁新月被飞打中,李盈盈后三得分,中国队以16-14领先,对方连续扣球失误,李盈盈反击打中,中国队以21-14领先,并以25-17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